中銀香港發行200萬張北京冬奧紀念鈔 營救期是下個月1至10日 北京2022年冬奧會紀念鈔票面值港幣20元 主色調是藍色 正面橫向印有北京冬奧會輝 中銀香港大廈和紫荊花圖案 而背面以植腹方式展現 中間是一個滑兵運動員 背景是萬里長城和維港展影 中銀香港計劃發行200萬張紀念鈔 包括單鈔、四連張和三十五連張 每套由138元到1388元 市民可以在12月1日到10日 透過北京冬奧網站或到中銀香港分行申請營救 結果在12月21日公佈 港大和深圳市政府合辦的港大深圳醫院 10年合約期今年7月已經戒滿 港大和深圳市政府延長合作至今年年底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勞總茂說 雙方仍然磋商新協議 不同意港大撤走的說法 相信醫院會繼續營運下去 這個其實醫院是主要的討論是 那個資金到底是由深圳市政府 會不會有一個額外的資助的 這個詳細情況就是港大和深圳市政府會討論 其實那些錢商都是相當少數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得那麼重遙 但是毫無疑問 在內地的醫院是需要接付刑規的 如果能夠提供更多資助給我們港大深圳醫院 我們是可以為香港為深圳為國家做更多 至於會不會繼續留任 勞寵茂說自己是港大派上去擔任職位 會更從港大的合約在今年年底結束 如果醫院的合約延續會再作考慮 本港和內地專家就免檢疫通關的 第二次對接會議明天在深圳舉行 據了解內地專家整體滿意本港的防疫措施 港方傾向通關初期設配額制 部分名額指定給商務用途 剩下就不限制目的 意味可能包括旅遊和探親 十幾個內地專家 包括國家衛健委代表 上個星期六來香港視察四天 據了解他們整體滿意本港的防疫措施 特別留意到市民非常配合防疫要求 不過內地專家仍然關注 兩地部分防疫措施的差異 例如內地民眾買退銷藥要實名制 本港就可以隨處買到 擔心有確診者自行買退銷藥造成個案走漏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明天將會率團到深圳 和內地專家就通關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 同行還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還有保安局、運防局等代表 消息說會議早上開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說 通關初期屬於小規模設配額制 據了解當局傾向指在現在運作的口岸 即是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通關 港人回內地之後只限廣東省活動 當局傾向部分配額指定給商務用途 剩下就不限制目的 原因是難以核實 意味可能包括旅遊、探親和家庭團聚等等 先到先得有消息早前說每日名額大概一千個 有關著跨境家庭的組織 認為部分配額不分目的不合理 認為要預留部分配額作因素用途 他認為可以透過簽署家人病危聲明 甚至要求提交家人病歷等證明 以便當局進行審核 無線電視記者先至報導 政府再次就修訂版權條例 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資訊 並以2014年修訂的重案為基礎 建議豁免諷刺、模仿等等 但卻不包括翻唱作品 版權條例爭議久前達15年 政府再度重啟諮詢 並且建基於7年前各自的 2014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涵蓋當年已取得廣泛共識的五大範疇 包括版權擁有人的作品 日後以任何方式 包括廣播、電子、串流等的傳播 都可以獲得保護 將侵權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如果侵權者獲釋侵權後行為不合理 複製品獲廣泛流傳 將會容許版權擁有人 在侵權案件中獲額外賠償 鎮定安全港條文 網上服務平台獲告知 平台出現侵權行為後 只要採取合理的措施壓制 例如將作品下架 只需要承擔有限的法律責任 新增多項豁免行為 包括戲房、諷刺、模仿、評論時事 和圖書館、教育界網上售貨等等 對於當年有聲音批評 條例沒有清楚列明什麼是戲房、諷刺 或者會容易令人誤惰發網 七年之後依然沒有採納意見 當局這樣回應 條例也沒有列明翻唱或豁免 當局就說需要視乎目的 有騰華早前曾經說過 不排除在條文中引入港區國安法元素 經過研究之後 說現階段看不到有相關需要 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 立法會換屆選舉下個月19日舉行 據了解政府傾向在三個邊境口岸撤投票站 被在內地的香港選民投票 三個撤投票站的口岸包括 羅湖口岸、洛馬洲支線口岸、連堂香榮為口岸 到時在內地的港人選民要預先登記 投票之後要立即截反內地 不需要隔離檢疫 當局強調安排屬於一次性 蕭蕭說選擇這三個口岸是考慮到面積較大 亦比較容易去到 兩地免檢疫通關之後 內地人有多少配額來香港回內地的時候免檢疫 據了解兩地仍然在相途中 有本港零售業繼續估計 通關對生意有一定的幫助 但未必能夠回復去到疫情前的水平 現在身處廣東省的非香港居民 可以經來港而豁免抵港檢疫 不過再回到廣東省 就需要集中隔離14天 再加7天的社區管理 在廣州有當地市民說 如果兩地可以免檢疫通關 會考慮來香港旅遊 大家有這麼近是不是 來回交通都比較好 所以如果是疫情過了之後通關的話 有機會有興趣都會過去 去玩去吃東西都好 香港這麼好玩 亦都有人說仍然擔心疫情 初時未必會去住 感覺都是沒有對大陸那邊這麼有信心 廣州很多東西都有 不一定要去那裡 雖然說是有可能會便宜一些 或者是其他 但是我又覺得 都不是說用得好幾多 省了一點也不一定要 所以要過去 日本港零售業界說 如果免檢疫通關初期 部分的配額給商務客 相信可以帶動銅鑼灣 尖沙咀一帶救密區的奢侈品生意 不過他相信短期之內 難以回復疫情前的生意水平 業界普遍期望農曆年前 內地可以同意進一步擴大通關規模 加快復甦 無視電視記者 吳心如報道 本港房屋供應緊張 有團隊說 適度放寬建築物高度遮住山景的限制 可以解決短期住屋需要 本港發展籌物究竟在市區見到山景 重不重要呢 很重要 很舒服 都使人很少機會見到山 看得到重要 但感覺就是其實越來越不清楚 因為你都看到越來越多樓 樓高 新地的西九高鐵站上蓋項目 年初租成規會議建築物高度超越山隻線等理由 拒絕他放寬高度限制的申請 究竟什麼是山隻線 根據規劃處在2003年完成的城市設計指引 建議設立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山景 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 並且在維港兩岸定立八個遼望點 九龍望過去港島要保留太平山和其他山隻線 港島望向九龍由獅子山一直伸展至飛鵝山 以至主要九龍山隻線的警官都應該受到保護 不過指引亦都列明地標建築物可以獲得放寬 而指引落實之前已經獲批的項目同樣不受限制 政府經常說穩地起屋難 向高空發展行不行 土木工程處前處長 工程師學會高級副會長北國明說 容許部分住宅項目高度遮擋山隻線 興建多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單位 有助解決基層短期住屋需要 山隻線這個景觀的影響 相對來說可能不是那麼科學 似乎是一些人對於環境的感情 那個景觀看得好、舒服些 但對他的健康來說是否有一個影響 似乎也未必一定是那麼有科學的支持 但是因為山隻線的關係 他這二百個、三百個單位 不可以去落成 市民來說便會在今天 可能在短時間那裡有損失 他建議先在舊樓重建項目試行放寬 但強調放寬限制不等於可以有那麼高、起那麼高 前提是要附近的配套 例如交通、排污系統等等 負荷得到 有學者就認為保留山隻線 對市民身心健康有正面影響 很多研究都給我們看到 甚至小朋友見到大自然 如果他自己有個房間 他的窗是看到大自然 而不是看到其他樓 他們考試和測驗的分數都高些 找到三百平方公里裡面 北部都會區多一個香港都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土地 真是做好規劃 還有真是好好去明白 人類是有天然的需要去親近大自然 學者提到如果本港市區陸化做得好 城市和公園自然融合 未必要強硬地保留山隻線 但是目前未達到這個水平 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思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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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